供销社、农业合作社成为集体经济的基本框架,在进行集约化生产,农村的社会主义复归就基本上完成了 城市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产业,国企垄断了原材料、基础设施、能源、交通、水电、金融行业外资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基本上全是国企,这一次宏观调控下来,那剩下房地产市场应该是国企的天下,资本市场更不用讲,基本上也是国企的天下 完整社区改造,你搞定,第三产业的改造就完成了,全部都在国企手里 制造业主要是出口,维持私企外企,但是它的上游都是国企,我仍然能控制你,农村搞定,城市搞定,政权就高度集中在中共手里 中共就高度集中在习近平的手里,加上个数字极权工具,这就是习近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,独裁者的天堂,人民的地狱,最终会演化成一场 大饥荒 大饭